欢迎收看小高自从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国评大满贯得主樊振东就一直在休息调整 据上海媒体最新报道 樊振东已经报名了全景赛 将和许欣一起代表上海队出战男团比赛 自从巴黎奥运会男单男团夺冠 实现个人大满贯成就之后 樊振东就一直在休息调整中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 樊振东还和张之珍搭档参加了ATP上海大师赛表演赛 最终陈一逊费得乐组合2比0战胜樊振东张之珍 10月11日至于10月19日 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鄂尔多斯举行 近日公布的全景赛参赛名单中 樊振东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将和老队友许欣一起代表上海队出战男团比赛 这也是樊振东巴黎奥运会之后参加的第一个比赛 樊振东原本效力广东队 上届全运会还帮助广东队夺得了冠军 但是在这个周期 他转会加盟了上海队 将代表上海争夺全国荣誉 虽然乒乓球界最高成就是三大赛 奥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 但是全景赛一直被誉为地表最强乒乓球赛事 因为中国国家队的选拔机制 在全景赛表现出色的任何运动员 都有机会直接入选国家队 竞争超级激烈 目前哈萨克斯坦亚锦赛正在进行中 因此国平部分主力将在比赛后阶段参加全景赛 国平男女队队长马龙 陈梦都不会参加本届全景赛 而王楚清 林高远 梁静坤 林诗栋将参加男团比赛 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陈兴桐将参加女团比赛 不过孙颖莎刚刚因为身体疲劳退出了亚锦赛 是否参加全景赛也是个巨大的问号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樊振东加油 期待全景赛到底为什么这个才是首战 自己想 混团选拔规则什么时候公布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小胖加油 搞不好这是直到今年底 唯一能看到他上场的胖球比赛 这么看上海队阵容还是比较厉害的许新又上赛场了 居然小胖搭档 明天就能看到许全面和小胖东雷 哈哈哈哈哈哈 主打一个以赛带练 恢复恢复手感